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视频内容并非作者援助,景为早知道观点。 这个时候,白凤九就会特别的难受,她觉得这个世界上,只剩她一个人了,又或者说,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,哪里都不是她的容身之所,她不存在于任何时空,也找不到同伴,她是孤独的。 正当白凤九被天敏人满眼失落之时,冬华已经带着热乎乎的饭食回来了,最近叶华一直住在青秋,众所周知,叶华做的饭,一直都很好吃。 冬华时常看着白凤九吃饭的样子就在想,自己要不要也学一学做饭。 冬华,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啊? 白凤九正闷头吃饭,却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句话,冬华愣了愣,随机一笑。 不喜欢这里吗?那我带着你走,知道冬华对自己无依依的,但白凤九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,但是又点了点头。 其实她很喜欢这里。这里的人很热情,都很亲切,只是他们所有人都想帮她找回不属于她的记忆。 但那些都不属于她,无论怎么样,她都是想不起来的。 白凤九摇了摇头,她感觉自己有些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 也不是不喜欢,就是不想待下去了,毕竟我只是个凡人。 待在这充满灵气的地方,未免太格格不入。 白凤九叹了一口气,看着外面眼眼高照,她只觉得有些孤独,每天呆呆地坐在这里。 就算是出去玩儿也只是一时的快乐,每次一闲下来,她就觉得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。 青秋女君的记忆对她来说太过遥远,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只是个凡人。 如今待在青秋,更是觉得心不安定。 好,那我们走。 东华握住白凤九的手,直接就带着白凤九出了青秋,只留给了叶华一封信。 尽管她知道白浅看到了肯定会生气,但东华知道叶华会拦住白浅的。 既然白凤九觉得自己只是个凡人,那东华就索性带着白凤九去凡间长住了。 想开的茶馆。 东华带着白凤九来到一间茶馆歇脚,这里什么人都有,来来往往的,好不热闹。 白凤九一看到这里就立刻喜欢上了,而这近乎与泥男的一句话,却被东华给记在了心里。 第二天,东华就送给了白凤九一间茶馆。 这是给我的吗? 白凤九惊喜地看着这间处于繁华地段的茶馆,就好像是突然变出来的一样。 嗯,送给你的,以后你就是这茶馆的老板娘了。 东华帮白凤九掖了掖头发,还有嘴角的范粒,轻笑出声。 而白凤九却顾不得这些,他这里瞅瞅,那里看看,喜欢得不得了,太谢谢你了。 白凤九扑到东华身上抱了一下,就快去离开去厨房看了看,出来之后笑得更开怀了。 厨房很大,可以做很多他想吃的糕点了。 他满足地笑着,一想到这茶馆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,他嘴角就忍不住地上扬。 跟我该说什么谢不谢的? 这句话白凤九没听到,因为他已经去准备开业的事了。 虽然以前没有自己开过茶馆,但是白凤九以前学习管家的时候,学习过如何管理手下的产业。 所以这回实践对白凤九来说,其实并不难,很快的,这个茶馆就开了起来。 因为地处黄金路段,而且白凤九和东华的宣传也非常的到位。 再加上东华和白凤九俊男美女态度极好,所以他们的生意可谓是非常的火爆。 东华,白凤九,我和承郁来看你们了。 茶馆开业不过两三天,连颂就已经得到了消息,本就喜欢凑热闹的他。 这回更是说来就来了,还带了承郁。 而且因为是在外面,连颂就不叫东华帝君了,免得被人误会。 你们怎么来了? 东华皱着眉头看着两个不速之客,虽然没有明确的驱赶,但那个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了。 但是无奈的是不仅连颂脸皮很厚,就连承郁的脸皮也是尖如城墙。 这不是他吗? 整天嚷嚷着小殿下。 连颂品尝了一口白凤九七的茶,连连称赞,而承郁打量了白凤九半天,最后嘖嘖了两声,这也太奇妙了。 承郁表情十分复杂,但是大概意思就是白凤九,居然会变成了一个凡人。 要知道承郁之前,也没少和白凤九两个密谋,但承郁是真的没想到白凤九会变成这样。 承郁?你是男人吗? 白凤九疑惑地看着承郁,只见承郁一身男人装扮,但其实身段与样貌全是女人的样子,所以,白凤九忍不住好奇了起来。 承郁顿时喷出一口水,然后哈哈大笑。 是男是女有那么重要吗? 小殿下觉得我是什么性别,那我就是什么性别。 承郁神秘地压低声音说道。 东华健壮脸色一黑,略连颂说道,再不拉开你女人,她就贴上九儿了。 白凤九却一脸无知无觉,只顾盯着动画傻笑,赶紧把承郁给我带回去,莫要带坏了凤九偏了九儿。 再这样下去,谁知道承郁会教白凤九一些什么别的东西。 要知道之前,承郁就给白凤九吃过醉酒的送走了连送之后,东华可算是出了一口气,以为终于是不用烦了。 但是他没想到,今天居然会又来一个人。 当看到燕池吴的时候,东华眼神迷了迷,这人可是头好情敌。 毕竟当初白凤九就是他救的,而且就是他把白凤九送到了青丘,之后还给白净传了信。 是你。 白凤九满是惊喜地看着燕池吴,急忙为了他跑了一壶好茶。 当时他被伊曼青刺中之后就昏迷了,但是一息醒过两次,看到过燕池吴的脸。 心里也知道,燕池吴救了自己,所以看到燕池吴之后,白凤九显得很兴奋。 举手之劳。 燕池吴挠了挠头,会有些不好意思,他没有想到白凤九还记得他,更没想到白凤九知道是自己救了他。 青秋冬荒凤中黄,眉间睡卫与花香,三生三世枕上书翻外篇第23集,就先讲到这里。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订阅,续集更精彩。 一世红尘三世恋,三生执念中无一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